明倫社会住宅看屋线上这边登记 明倫社会住宅第一天开放民众看屋 早上九点开放 已经不少民众stand by 抢当早鸟 这就是引发话题的三房型 因为每个月租金要四万零五百元 被批评以社会住宅来说 房租实在太贵 虽然论战不断 但有兴趣登记参观的民众也不少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阳台 有民众大战三房型很宽敞 又有人直接带一家人来看屋 虽然三房型看房率高 但承租意愿相对低 普遍民众反倒偏好三房亿下房型 本来说这种大概两三万 差不多把一国宅来算的话 比较符合一般大众消费的钱 还没申请 对啊我们就先看而已 如果以一个人来说的话是非常贵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家庭来住的话 其实还蛮适合 大概一房跟两房CP值是最高的 对那三房相对CP值低 但是可能有需求的还是有他们的作用这样 三房对啊高出预期蛮多 因为想说台北市政府的 应该多少再便宜一点比外面 被嫌太贵三房型有45户名额 目前9人提出申请 相较于伊尔房型登记永远4万多租金 恐怕还是让大家看完之后 登记成租之前得再三考虑 三年轻人有家为马云国人台北报道 这么多点 对那两房子 尤其算是